苏晨里二三人不小心穿越到抗战时期 带着游击队成功端掉了鬼子的炮笼 此时苏晨等人已是大胜而归 老李去把那几个鬼子关押起来 老罗呀 那些个小鬼子 直接把他们消灭了多省事 干嘛关起来 这多占地呀 我们党组织的宗旨 就是要善待俘虏 不管是鬼子还是土匪 什么 行了 老李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苏晨兄弟 这回我们能够如此轻易地拿下白杨湾阵地 还得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放心 你们的功绩 我立刻会汇报给上级 予以你们嘉奖 我们可是穿越来的 最好还是不要在这段历史上留下诡计 不必了老罗 冲锋陷阵的是你和你的战士 我不过是给予了你们一些帮助 我想 关于这场战斗 你能不能隐瞒我和老李的信息 这 好吧 既然苏晨小兄弟喜欢低调 那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很快 游击队召开了此次行动的庆功宴 六子 在呢 罗队长 去给那些个俘虏也送点饭去 别让他们饿死就行 知道了 来来来 苏晨小兄弟 李二老大哥 我罗某敬你们 李二几杯马尿下毒 直接飘飘燃 嘴就像是没把门的疯着 贤弟呀 可惜曹贼 郑哥 老刘格亮他们不在 不然 咱们还能把酒言欢 这个老李 喝多了什么都往外说 赶紧撤吧 一会又该阵阵的了 罗大哥 我和老李去看看我们那个小兄弟 你们喝着 我们马上回来 你小子 看来是带舒服了呀 睡得比朕好 吃得比朕好 现在能下床了 都不知去见朕 还等朕来见你 嘿嘿 陛下 我不是伤员吗 畜牧 你吃饭了吗 听到门外传来的声音 畜牧直接钻进了被窝 哎哟 啊 我好热呀 呀 畜牧 你是不是发烧了 我看你小子是发烧了 就在此时 砰的一声枪响 吓了苏辰等人一击灵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 这是关押鬼子的方向 走 去看看 等苏辰等人赶到此处 只看见六子那瘦弱的身躯躺地倒在地上 而几只小鬼子正用手拼命扒拉掉在地上的钥匙 一瞬间 身为皇帝的李二都彻底压制不住自己的满枪怒火 大爷 你们小心 他没有枪 六子 六子 你们这群狗娘养的鬼子竟然连个孩子都不放过 贤弟 给我得替 朕要把你们错骨扬灰 六子 六子 怎么回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个鬼子身上藏了枪 没被搜出来 谁搜得深 为什么鬼子身上还有武器 顿 对不起队长 是 是我 因为太高兴 我大意了 赶紧带着六子去治疗 两个小时候 诸位生员一脸愁苦 小猪同志 怎么样 六子这小子没事吧 唉 幸好鬼子使用的手枪 是小口径的子弹 六子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 但 伤口撕裂处很接近要害 如果不及时注射消炎药 很有可能过不了这个冬天 那就给这小子用消炎药啊 这 李二老哥 咱们游击队 根本就没有这种药啊 贤弟 戏头 能不能再给我射点消炎药 我有急用 丁 狗宿主 你现在道歉我二百万的货币值 不管如何 本系统这次都不予交易 可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情况啊 本系统要睡美容觉了 拜拜 老李 这个市场从来都不存在凭空造物 而是等价交换 没有足够的黄金 我现在也弄不到消炎药了 这 怎么会这样 李二看着六子 明明和李志差不多的年纪 却要冒着枪林弹雨 对付侵略者 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六子嘎吗 六子 你会没事的 你要挺住啊 大队长 没关系 你能再给我说说 大英雄七纪光说的话吗 我忘了 七纪光说 说 匈奴不灭 何以为家 对 匈奴不灭 何以为家 队长 你放心 我一定能挺过来 罗队长 有没有能搞到消炎药的办法 药 除非 咱们能进到鬼子的军区医院 但鬼子的军区医院设立在平方县城 那里戒备森严 想要进去南如登天 好 老李 咱们就去一趟平方县城 进鬼子的军区医院闯一闯 没问题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龙潭虎穴 先生 老李 我也去 好样的臭小子 就知道关键时刻你最靠谱 不行 这跟宋嘎没区别 不能再将你们也折进去 队长 我犯的错 我去 好了老李 我们有把握 不是白白的宋嘎 还是我们去吧 事不宜迟 天没黑 苏臣三人就来到了平方县城外 先生 陛下 我打探过了 进去城门 好像还要个什么良民政 不然就会被伪军抓起来 贤弟 这良民政改怎么办了 正所谓瞌睡来了宋枕头 贾富贵骑着自行车出现 贾富贵 站住 哼 是哪个不长眼的乌龟王八蛋 竟敢直呼我贾队长的 大名不想活了是吧 巴巴巴巴巴巴 贾队长 什么情况 遇上熟人了 不不不 不是 他们 巴巴巴巴 哦 乖儿子 叫的还挺顺口的 是这样 和你们队长是亲戚 照辈分来算 他得叫我一声干巴 哦 原来我们队长 有这么一个年轻的爹呀 苏臣李二按住贾队长的肩膀 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你知道的吧 哎哎 爹 爹啊 我可想死你们了 我是日日夜夜都在想我的干爹呀 见了干爹 还不赶紧赶我们进城请客吃饭 啊 对对对 干爹 等等 贾队长 咱们还没查你干爹他们的良民证呢 这几个都是我干爹 还用的着查什么良民证 滚一边去